大家好 我是柴娃娃 Slam from Tear 是一款史萊姆斗恶龙的游戏 游戏中玩家会召唤各种史萊姆精灵 去讨伐各种恶龙 它还是一款香港的本土卓游 这个就是游戏的设置 玩家回合可以执行以下三种动作 次序不限 开彩资源 到资源市场抽两次卡 你也可以选择盲抽牌库 召唤精灵 利用能量石去召唤所需要的精灵 这个精灵需要两个红色的能量石 而这一张就是白搭的能量石 召唤完精灵,能量石就要器牌了 精灵需要灰色的石头 即是代表需要不同式的能量石 就像这样 召唤精灵是不切上限的 召唤后回来的精灵要这样排列好队伍 收拾魔龙 每次只可以收拾一只魔龙 就选你 玩家的精灵牌加上装备牌 达到魔龙下方的数值 就可以收拾魔龙 只要有玩家收拾魔龙 达到25分 游戏就进入最后回合 游戏规则就是这么简单 得分最高的玩家 就能成为魔龙俑者 现在就来介绍下游戏其他要注意的地方 不要以为魔龙会站定定任你打 其实每经过一定回合 魔龙就会攻击玩家 除非你打出盾牌 或者两张任意的能量石抵挡攻击 否则你就要舍弃你手上的一只精灵了 拜拜了精灵 而且玩家打魔龙的时候 也不要以为不用本 在收拾完魔龙之后 所有用过的装备都要报废 而且精灵军队也有选择 要选择牺牲一只 除非你打出盾牌 或者两张任意的能量石 来保住精灵 还有最后一点 有些精灵是有分数的 在头顶上 这个就是分数 所以玩家要好好保护 有分数的精灵 这个游戏是偏入门向的家庭轻策略游戏 我想小朋友一样可以玩得很投入 喜欢这类风格的朋友 这个游戏都不妨一试 这个还有一个香港的本土卓游 JUGA GAME 这间公司设计 喜欢这类型小游戏的朋友 不妨留意下他们公司的小游戏 好了,今次又介绍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类似的卓游资讯呢? 记得订阅我频道分享影片 以及去我FB 给个like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